調色消息方面 多元且豐富的美食 和濃濃的人情味 向來讓台灣引以為傲 住落台北經文處和僑委會 也因此大力在海外 提倡台灣美食 讓海外人士 能夠品嘗到正宗的台灣味 進而鼓勵大家 能有機會親身前往台灣 見識台灣之美 牛肉麵 桐仔米糕 台式肉丸 台式料理光是用看的 就讓人食欲大開 從當時的農業社會 在幾十年前 包括多元的一些文化的移民 包括它靠山 靠海 然後它有當地的一些特色 但要為台灣美食 打下海外江山闖出名號 可不容易 是滿多困難的地方 外國人會認為是泰國菜 或是什麼的 他們會把它混合到 對主流來講 他會覺得這是中國菜 他沒有想到說 這是台灣菜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他區分 就是說其實這是台灣菜 台灣美食飄洋過海 在每家地區飄散濃濃的家香味 今年每家地區有93間台灣餐廳 貨班喬迎台灣美食標章 南家就囊括了19家 成立有三年 第二個它本身要得到 加州衛生A 第三個它的菜色要有一些台灣特色的美食 第四個呢 他們的管理各方面 假使說這餐飲業本身稍微有一些條件不合 第二年我們再回來副審不過的話 就標章也會取消掉 非常又不容易 這些夥伴認證的台灣餐廳 也因此能見度提高 他們得到的我們的營業額 都有超過30到50%的成長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美食 諸落台北經文處跟喬委會推出了 吃台灣美食就有機會由台灣的抽獎活動 凡是在7月11日到8月14日 到貨班喬迎台灣美食標章的餐廳用餐 並將消費照片上傳到 Gourmet Taiwan Overseas Quality Restaurant 臉書粉絲團活動網頁按讚分享 就有機會獲得台灣來回機票 台灣優質產品手機腳踏車 跟平板電腦等大獎